好 回到第三节的节目 这一节就会和大家谈一个一里的一级赛者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感标 上年我就记得弯半童子就爆大懒赢了 今年似乎要爆懒赢就应该难一些 是因为旋进轨迹的压硬程度 就好像没有今年的柏丁顿零雪飞那么高 你说旋进轨迹 旋进轨迹好像最后又没有跑这场 本身有报名的 但可能就留力过去美国跑 始终这段时间亚士哥下大雨又不适合他 所以究竟没有了旋进轨迹的底下 究竟有什么人跑这场对王伊丽莎白二世感标 稍后跟大家讲 先看一些资料 亚士哥马场1600米他跑直路赛 所以大家都会见惯的 所以都不需要多说了 近十届冠军除了去年爆了这只蛙门童子之外 前年就胜千里这批马王就顺利赢了 之前其实都时不时会有些爆料 或者不是大热的赢过 譬如顾仁来和变革 专注我记得都不是大热 都是有些分头 顾仁来好像是那些半热门 所以有时这项赛事都有些惊喜给大家的 练马师方面其实都挺接近的 近年就好像以高士登的成绩就好一些 赢了两届 法国那边就有黑德过来 赢了两个人气高和经济学家 古墨其实都有赢过的 赢了一只马后 各管各的 所以其实都挺分散 战线方面又怎样呢 不要以为法国的战线是低一点的 反而也挺旺的 譬如说有三匹就在龙上磨坊上月名之后 就过来赢了这条女王伊丽莎阿尔是锦标的 这条片就不是一条你的战线 是一条2000的赛事 就是诸德望国际锦标 那雷台等等不用说了 古摩亚阵营的帕丁顿 今次回到1600是否又是无敌呢 我自己觉得他点到1600会再信心大一点的 不是没试过有上场跑2000的 刚才看了一百年分曼斯老敲 其实都是这样缩回来赢的 帕丁顿这一场的败仗 我自己也觉得是有点藉口的 包括连罗伯仁自己也有说 是在部署上急了一点的 大家都知道帕丁顿那段时间就 拍得挺密的 体力也用得挺多 那时候变得对比较大勇一点 凌雪菲也是很忠心 用多了体力情况下 这个位置又被连罗伯仁控制住的 补缩回来就过不回 结果连Q也没有 你说会不会失望 我反而觉得体力的因素是真的偏多的 那今次真的被他休息久了 休息了两个月了 回来最强项的一里 下雨什么我不怕 之前杀翠克斯的那样 不是下着大雨就赢了 所以我自己对他这场真正的机会 也是非常之有信心的 实力场地也不怕 是怕早前勤兵的影响不止一场 但是我想他影响极也应该不会没错吧 我想三个都是很稳定的 我想他最强的对手仍然还是凌雪菲 虽然他今次缩回来跑一里 但其实他在法尔曼斯压表是赢了的 那一场都是落着雨跑 所以凌雪菲缩回来跑一里没问题 再加上他最近过来挑战的红马战线 表现一样的出色 那国际赢标 你说柏丁顿有什么借口 怎么说他也是先距柏丁顿过中点 我以为柏丁顿赢到偶的情况之下 都是输给多产巨将半个马位 所以这样算数据回来跑一里 我认为柏丁顿最大的对手 除了他自己之外 也有凌雪菲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都觉得今场应该是这两匹马斗 而且凌雪菲真的由他两三岁的时候 我有点看不起他 可能踏入二三年后是真的完全尊重的 甚至有些我爱上了这个马 真的很准 而且他跑法虽然有时会失去马步速 但是你说跟前一点是否不行 这只马又是很夹道原因 一直都是他跑开的 他一里有变速力 跑长一些2000也都可以贯注到尾 挑战了红马也通过考验了 当然了 之前也有说凌雪菲好像跑完这场就会退 结果幕后就说不是的 下年大家都会看到凌雪菲 本身就是想跑英国攻击赢标 其实当然我自己觉得 以今年那边那组的阵容 他去跑那组我也觉得很有真正机会 是我觉得 但是你说过度是一里了 相对来说他真的没有那么强项 也都是对着一只很硬的柏丁顿 就真的要再练一练 但是我觉得这两只马 比较整理应该都挺精彩的 是的 看完英国的战线之后 说得变化地 留意一下法国马 就看这场龙上磨坊大赛 说龙上磨坊时有三届冠军都这样来的 是的 今年就有大石和宋达区 其中宋达区大家有记得沙赛赫斯干表 都记得那天落大雨 柏丁顿赢哪一只第二就是他 就是宋达区 所以宋达区 其实你看到他都是瞄着变化地 一看到变化地就立刻过来 那算条数 其实宋达区三甲应该都要预计他 当然了 那一场其实都很摆明 他是想试试透鸡挑战一下柏丁顿的 始终的级数是真的有些分别的 还有宋达区你看他之前 都有去跑那些千百米 就是伊斯巴雄那一场 其实你看到他 他不是说喘劲跌那些马 都是偏向有少少均速的 但是他最好的优点就是 他完全不怕大烂地 就是很软的地区都没问题的 而且他也是跑法可以比较激动 跟到前面 就是你不用怕前面如果有些马 掌控着步速比较慢一点 他会抢口 他又不太容易抢口 他也是可以均速地跟你斗滥 所以我也挺看好宋达区三甲的机会 是的 大石我就知道寒挺喜欢的 但我有点担心地 虽然他是法国马 但其实我看他的视频 他还没试过下着大雨跑 再加上大石头直路迁路 我始终觉得不太适合他性能 我比较期望他上去跑的那些2,000 所以计算数 一对法国马 我就会先送达区多些了 大石头我就这样想 始终你眼视谷的前路直路 都有上山下车 也会有少少气量考验 无疑前路真的短 但是你这样计算 就可能当他1,7,1,8 他没试过下着雨跑 但是他试过在硬度地上跑的 就是他今年去跑那场热时 就赢着英国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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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赢5个马威 所以我想这个场地如果不是到时是落到傾盘大雨 有机会影响到一只马 我想应该都有 赞始终都是法国马 你说当然了 他和宋达区的级数的距离会不会差好用 我只是觉得其实差不多 但是可能相对来说 因为始终宋达区就来过英国跑 远征过程 大石就没离开过法国的 这点就会有少少吃底 但是就继续用回最好的拍档黎敏 我想这只如果有进步 都可以试试试试 是的 之后继续看一条法国的影片 不过就讲一下英国马 就是新王朝 对于英国2000斤里 就赢那天都是倾盘大雨 其实变化地没问题 那胜之武士王安针标就被柏林顿KO的 是的 然后中华德大长之前就大败 是的 接下来一大轮回来 那机会你又怎么看呢 你觉得这场新王朝的败将 中华德大大败 你觉得是一只马本身 有个樽颈位是怎样的 你会失望 失望就有点失望 因为那一组的水准 其实就不是太高 但是就不知是缩程的原因 还是法国不适应 这个原因就有点不明的 但是这次过来英国跑 始终他在英国2000斤里 他是赢的 那胜之武士王安针标 虽然被柏林顿KO 但是也有一些借口 就是因为他过了一场 要望空走 所以形势就没有柏林顿那么好 那这次你说要挑战柏林顿的位置 就好像有点难度 但是差三格我觉得不出奇 还有这次马里庭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其实出步就不算特别漂亮 而且也都试过出现一些 比如说集前 或者出集的时候 扔骑士下来的情况 情绪也是比较偏向不太稳定的 究竟如果当日 如果真的下着大雨的时候 会不会很影响到他的情绪 我自己也有点担心 而且虽然他是杜河斯特的冠军 也都赢过英国的2000圈里 但是究竟他现在真正 他自己比较好的路程 是1400还是1600呢 究竟这个场地 是否真的可以适应到那么难呢 我自己也是有一个挺大的问号 所以当然他现在有点分头 不反对大家拖 但是既然你都输过给帕丁顿 给他KO 我觉得你要赢帕丁顿 甚至零雪飞 我觉得也挺大难度 是的 补充一点 这新皇朝本身的布奇斯就是莫艾成 但是因为既然脱落了之后 就换回大铜铜铜铜铜铜铜 看看会变成是怎样 之后就先看看数据 就是近五届女皇 伊利三洋二世纪表 三岁千玛成绩 看得那么差 我想大家就会明白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都没提起 就提起劲 是啦 大家可能看了三条片 这些提起劲去到哪里 明明他今年很好成绩 赢了这么多场一级赛 为什么一直都不提他呢 当然就是这个数据 再看那一只敢飞 是鼓摩牙阵营的 也是勉强第二 上年船长过程是输的 之前后土 滴走不尖 有时候很锐 到输 真的挺大的难度 因为你对着千玛 你要对回凌雪飞 对同龄的三岁 你有帕丁顿在那里 之前提起劲 你是未对过红马 未对过连长马的情况下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挑战成功呢 还要地也挺大影响 是的 譬如说有些看下去 可能下风一点 但是他跑变法力很厉害 譬如说卫南天使那些 你提起劲是否真的一定赢到 又未知 二来虽然他是先用明区的女 但是幕后一直都很担心 那天地 就会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看回这个不止近五届 其实千禧年打后 只有三岁千位赢过这场赛事 那是国管国 哦 那是古摩亚的马 那我当然要问发言人 那发言人觉得提起劲的实力 是否要是国管国呢 国管国呢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提起劲 距离国管国 还有一段距离 国管国本身 最后会 让大家看到他比较全彩 还有他真的有马后的风范出来 每次赢马都会觉得很出色 但是提起劲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包括他上场跑那场的马顿錶 其实他赢了陶器千禧 不是赢得很轻松的 是 都被陶器千禧拉斯追得挺厉害的 那这只马始终 他跑过一次直路的 那时候就是英国一千坚里 那时候也是跑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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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还好 但也不太跑得回来 那你这次面对天羽的状况 面对连长马 面对熊马的情况下 我自己觉得 他可能够锐的话 会近的 但是你说赢得完 我自己就不会这么觉得 还有当时国管国跑这一类赛事 之前是对着什么 对着好战王 艳书军军 是的 那你提起劲 之前赢了什么 陶器千禧大寿关主 哪有得比 所以在计数之下 提起竟成为次热门 我就觉得不好走 是的 反而你说这些热门 既然是这样 我刚才你说的那只 蔚南天使 闪跑这些变化地 近期是真的开始有少少要跑得回 那看一下会不会都 借助这个天羽的地利 可以帮到他跑好一点 今年基本上没有撞过这些地 刚好他发挥 所以其实都有机会是黑马 是的 所以其实这场的女王伊丽莎白 看上去就应该不像上年 没有跟不像这样爆 应该预期都是比较静路一点 也有近级有级数的马 可以跑得好 我自己心里都是希望 帕丁顿可以赢得回 但是也无可否认 林雪菲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也值得致敬 看看这两只马 会不会回到来 就是最后你一边 我一步这样抖回来了 这一节和大家聊完 女王伊丽莎白的二世感标 回到最后一节 会和大家谈最重头戏 主题赛事 英国冠军感标 那场更复杂 因为有外对马 也好像有点乱局的感觉 究竟怎样拆解呢 稍后再和大家聊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就快点去追踪我们的Facebook 和IG 之后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边的小钟 那就不怕错过我们每一集的最新资讯 记得啦